Hello,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NET C Sharp基础课程系列 今天是我们的第五课 我们在这节课中将讲在C Sharp控制台应用程序中创建方法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微软学生大使林文威 然后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微软MVP张安忠老师 张安忠老师是ASP.NET Core 5.0开发入门与时间的联合作者 也是BCVP开发者社区的发起人 然后呢,在今天晚上的活动中呢 我们将讲解如何创建C Sharp的方法 我们会演示,会一步步教大家C Sharp的基本语法 以及实战在VS Code里向大家演示如何来创建方法 而因为方法呢,在开发中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思想 我们也会教大家如何在代码中,实际的项目中来组织代码 使用方法来让代码更加模块化 然后最后呢,我们会讲解方法的高级应用地规 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将会讲解C Sharp方法的语法 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什么是方法 方法呢,其实就是包含一系列语句的代码块 然后呢,我们代码通过调用这个方法呢,就可以执行这个代码块里面的内容 然后呢,在这边,这个就是方法的一个调用 然后呢,这里呢,这个是方法的定义 然后这边是方法的内容 我们会在接下来中来一步步看到底是如何来创建方法 首先呢,创建方法第一步要给它一个签名 方法的签名包括返回类型 方法的名称 还有输入参数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我们定义一个返回值类型为空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名字叫SayHello 然后这个函数有一个输入参数Name 这个输入参数的类型呢,是String,也就是字符串类型 我们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Void的意思是这个返回值类型为空 也就是不返回任何内容 你当然了,你也可以把返回值类型设置为像Int 像String啊,这些类型都是OK的 然后你最后要加个return return一个关键词 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 方法的名称是有要求的 首先它必须是以字母下滑线或者是at开头 不能以数字开头 然后呢,方法的输入参数呢 可以为空 也可以是任一个个数 这主要看你实际的应用场景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 方法签名写完之后呢 我们要对方法定义 因为方法需要执行一些内容 我们要在方法定义里告诉我们 调用了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会干些什么 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方法的具体要执行的内容 比如我们这个方法里 它会在控制台里调用right line方法 就是会在控制栏里输出hi 然后一个name的关键词 然后呢 这就差不多了 方法定义完成之后呢 还有就是要调用方法 我们需要使用方法的 使用方法的名称 就是这个say hello 然后再加上这个方法所必须要的输入参数 我们这里要求他输入参数 必须有一个 以自不算类型的一个name的参数 所以呢 我们在这给他传入参数 这个参数的值呢 是tong 然后就会调用这个方法 然后呢 在csharp中 你可以在方法的 你可以在 调用的前面或者后面来定义你的方法 然后呢 这种灵活性呢 就会让你根据实际情况来组织代码 就是方法写在调用之前 还是调用之后 然后一般呢 我们会在程序的末尾来定义所有的方法 然后呢 方法调用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方法到底是 自己是怎么执行的 首先呢 我们就先在控制台输入一个 before calling the method 就是方法调用之前 然后这边是他的输出结果 然后呢 这边我们正式调用了方法了 say hello 他看到这个词 他要找say hello 到底是什么东西 哦 它是一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里呢 给他传入了一个参数 叫tom的参数 然后他就会先掉到 跑到这里来 就找到方法的定义 他会say hello 他就会把 这个传入的参数呢 就会把tom这个参数给他 给到这个name变量上 然后呢 就会继续执行方法中的定义 方法定义里的一些函数 那些语句 然后这边执行了console.write line 就会在控制台里输入 然后这个name是哪来的呢 这name是从参数里传来的 就是这个tom 然后呢 这边我们的执行 执行结构里就有一个high time 然后呢 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方法就只有这 方法里面就只有这一行 一行指令 然后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又继续回到了这个地方来 就回到say hello的下面 继续执行say hello下面的语句 就是write 也是在控制台中输入一个 字符串 叫after calling a method 就是方法调用之后 所以呢 我们就有after calling a method 所以呢 方法执行就是 当你执行 到了方法 这一行的时候呢 它会去找方法定义 然后呢 把方法定义的代码 全部执行完之后 再继续回来 接下来执行接下来的代码 然后呢 我们定义方法的时候 也会一般会遵循一些规则 我们在开发里呢 有一句话叫 你的代码 如果能读得懂 代码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错误 然后写方法的时候呢 选择方法名 就是非常重要的 你方法名定义的越清晰呢 它就是 你就越不容易出错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 第一个方法的名字叫 show data show data 然后这边参数呢 叫ABC 这名字就很抽象 比如说展示一个数据 这数据可以是任何东西 比如说一个人的名字 可以是一个表格 可以是各种各样东西 而且这个ABC定义的 也很不清晰 也可以是任意东西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一般会怎么做呢 会把这个方法呢 定义的非常明确 就是和它任务息息相关 比如说我们这也让它名叫 display date 就是展示日期 那接下来我们就很清楚了 它可能会在 比如说在控制栏 在我们的控制栏应用程序里 输出一个日期 或者是比如在窗口中 展现一个日期 然后呢 这边参数也很明确 month day 和int 你就知道第一个参数是 表示月 第二个参数表示日期 然后第三个表示年 你就不会输错了 然后呢 方法的名称呢 一般是遵循驼峰式的 也就是 每一个英文字母的开头 都大写 然后在csharp里呢 一般第一个字母也保持大写 然后呢 方法名 我们刚刚也说过了 方法不能以数字开头 而且呢 定义方法参数 也是需要明确的 参数名也要准确的 表示它是什么意思 OK 我们已经讲完了 方法的一些基本语法 然后接下来我们让张安中老师 来给我们实战 演示一下如何在VSCode里来敲 Csharp的方法 我们欢迎张老师 大家好 我是微软NB张安中 在社区里呢 更多是用老张或者老张的哲学 这个称呼 刚才林同学呢 已经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了 如何使用Csharp 创建一个稳整的方法 接下来呢 我就带领大家通过代码实战的形式 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具体的创建过程 然后并且通过两个微软官方文档上的两个案例 然后从两个不同的一个维度 去分享一下我们在软件开发过程中 如何通过特定方法 或者使用方法的一个模式 来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首先呢 我们就是先创建第一个Csharp方法 首先呢 我们先温习一下 刚才林同学所提到的一个知识点 首先我们如果想要创建方法的话 必须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需要拥有一个开发环境 那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需要一个开发工具 第三个就是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那开发工具更多的是使用VS Code VS Code的这个工具呢 还是比较好用的 一方面它比较轻量 第二方面它可以通过创建 或者说安装各种各样的扩展 来实现不同的开发 比如说你是开发桌面应用啊 或者是空台应用 还是一个WPF WCF各种文件 各种项目 当然使用VS也是可以的 这个取决 但是VS Code的新手更友好一些 然后第二个就是需要我们安装 Tonet的云音环境 就是SDK 那第三个就是需要创建一个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去判断一下我们电脑中 是否已经安装了Tonet的SDK 在DOS窗口中 我们输入Tonet New 已经回车就可以看到 其实微软官方给了 安装了一个基础的目录 然后他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创建控制台应用程序 那今天正好我们创建的 也是一个控制台应用程序 那就直接执行这个命令 Donet Run Console 如果后面不加指定的参数呢 他就会以当前文件 文件夹作为我们的项目根目录 那可以指定一个新的一个路径 比如一个Test Project 执行 相应的命令 他会有相应的信息提示 包括还原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他已经创建好了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就需要通过开发工具 打开这个解决方案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通过VS Code的这个文件 然后打开文件夹的形式 然后第二种方案呢 就是你可以 如果经常我们使用VS Code的工具的话 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右键 就是Windows 或者说还是苹果系统的右键里边 就可以更快的去打开任意目录 好 那我们打开这个目录 可以看到他一个OBG文件 一个Program CIS的程序入口文件 然后他其实很简单的 只有一句话 就是输出Hello World 然后还有一个CIS Project 就是这个项目的工程文件 可以看到这里呢 他会自动生成一个.sln的Solution文件 这就是解决方案 那这个其实到这一步 我们的创建环境的三步已经完成了 有一个开发工具 然后有一个运行环境 然后有一个解决方案 那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方案是否能够正常运行 直接点击编译 他就会把这句话给输出 打印到我们的控制台上 可以看到他首先是对项目进行还原 然后进行输出 最终会把结果 Hello World给输出到我们的控制台 当然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今天我们并不在意 并不着重于去讲 如何创建一个项目 今天更多的讲的是 创建一个方法 那刚才我们温习一下 林同学他讲的一个内容 首先创建一个方法呢 它包括返回类型 方法名啊 方法题 那刚才说到了一个 void 就是无返回类型 那现在我们创建一个硬的类型 就是有返回值的 有返回值 比如说一个return return一个number 然后输入一个小口号 合理的使用一个很好的编辑器 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入门 比如说这里有个红色的波浪线 鼠标放上去以后 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内容 比如说它必须声明一个证文 然后说这个本地函数定义 但是从未使用过 这是两种一个异常和一个警告 那这个异常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方法题 这也就是VSCode很强大的地方 就是它虽然很轻量 但是该有的提示其实都有 然后第二个 我们加了方法题以后 它会提示所有的返回代码 都必须有返回值 因为我们定义的是一个 有int的返回类型 所以我需要一个 刚才林同学说的 就要return一个数字 那正好前两天是1024乘以远截 那我们就返回1024 定义好一个方法以后 那接下来就是三步走的第二步 就是调用这个方法 直接return number 其实到这里呢 就是定义一个方法 调用这个方法 然后点击运行就可以了 但这个时候肯定是没有输出结果的 是因为它是一个 有返回值 我们需要把这个值给接收出来 然后再输出到控制台上 比如说number 然后等于它 然后直接在控制台输出 放出的return 然后将我们接收到的返回值 给输出到控制台 其实到这里呢 就是完成了一个 创建方法的三步走 其实特别简单 定义方法 然后调用方法 输出执行方法 这里有一两个 很重要的知识点 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方法到底 有没有先后顺序 比如说我们在没有定义方法的时候 先去调用这个方法 它其实是并不会报错的 在后期它会统一进行编译去执行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我们创建方法 刚才林灯也说到了 它必须是可读性的 然后有一定的规范 比如说我们不能以数字开头 或者说以其他的特殊制服开头 这肯定是不对的 前例的错误提示也会有 那其实就是这样的 当然运行代码 我们可以现在去执行一下 它其实执行的 还是donate run的一个命令 然后它会把相应的结果给输出到空台 这是一种方式 如果说我们写了很多的CS文件 那也可以使用微软官方提供的第二种方法 就是donate script 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 相应的可以去安装一下 就比如说donate script 然后就是执行这个命令 它其实就会把相应的结果 给输出到我们的空置台应用程序 比如看这个是一连二式 它这个其实也是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执行一个脚本CS文件 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创建多个CS文件 而不用每次的就去覆盖掉之前的文件 也可以有更好的学习 那这个小知识点呢 大家可以去客户的去练习一下 就是如何使用donate script这个命令 好 那现在是第一部分 通过刚才的例子呢 我们温习了一下林同学所讲的 Syshub基础知识的一个内容 然后其实我们创建项目 它并不会很简单 也并不是说简单的让你返回一个数字 它整体随着项目进度的发展 它内部还是比较复杂 逻辑也是层层递进的 那如何通过方法的形式去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呢 首先我这里总结的两个部分 就是一个战术一个战略 战术呢就可以理解成为是一个代码逻辑的方面的问题 一个战略呢就是开发思维的一个问题 它们三则是相互相承的 离开哪一个就不行 就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项目 必须有丰富的清晰的代码逻辑 同时也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思维 一个就算我们的代码写的更完美 但是没有很好的去思维 去如何去调用 或者去设计这个逻辑也是不太好 那正好这两个战术和战略 我都定义了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就是案例一确定可模块化的代码部分 那什么是可模块化的呢 模块化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重复的代码 因为我们开发应用程序的时候 可能肯定会或多或少的接触到 之前写过的程序 然后又因为相似或者相同 又重新写了一遍 然后再执行相同的任务 然后重复的去编写一样代码 那我们呢就需要一个方法 与执行相同这样的任务 而不是重复的去写 这里举的一个就是微软MSLin上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先简单看一下 就是微软这个MSLin上的一个方法 这个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下面咱们继续说一下这个PPT 这个方法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需求 就是跨不同时区去跟踪用药时间程序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6区 然后-6区的 它会显示不同的一个时区 因为它俩差12个时区嘛 所以说8点12点16点20点 它会对应的是20-04和8 那如果说这个需求拿给我们 我们其实还是很清晰的 它就是说输入两个时区 显示两个时间嘛 大家就很清晰很简单的 就立刻就能想到现在的逻辑 就是当然输入一个-6 然后把那个词打印出来 然后再6等于-6的加12 然后再把各个加12就行了 这是很清晰的 然后右侧呢 就是MIS论上的一个一部分代码 就是输出第一部分 我这里简单的给大家去 讲解一下这个代码的意思 它这里取了一个 很巧妙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定义时间呢 8点12点16点24点 它这个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所以它这里定义了一个数字 800-1200-1600-2000 然后它通过不同的长度 去把这个时间的冒号 去显示出来 因为你800肯定是8冒号00 如果是80的话 肯定是0冒号80 是等等其他的一个因素 然后但是因为 我们在输入第二个时区的时候 相同的部分需要再写一遍 那就会造成一个重复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把重复的情况给抽离出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比如说就叫 DisplayTimes 然后可以看到 之前写的很长的一个代码 可以通过DisplayTimes 然后进行调用 说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去把先应的代码给拿出来 然后真正的去运行一下 路线先 把它之前没有定义方法的代码 放到刚才我们的VS Code里 这里Programs 我们直接对它进行暂停复制 现在我们重新再去损一下这个代码 首先定义了一个初始时间 然后 输出一下对应的时间 然后再接收一下第二个时区 第二个时区呢 处理一下时间 因为我们需要把两次时区的间隔 做一个数据转换 然后第二 第三部分就是输出第二个时区的用药时间 这是一个过程 那我们来去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可以直接点击运行 它这里 我们直接用第二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直接用那个 直接用donate run吧 因为它是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输出一个时区 就按照官方例子的 比如说是-6时区 它会全部会打印6个时间 然后再打印一个正6区的 它也会打印这样一个时间 这是一个过程 这里其实 整体逻辑还是很清晰的 我们拿到这个需求 就能够立刻的去 看得到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 咱们把它 因为刚才我没说到了 它就把重复的代码 给定义出一个方法 然后包括它处理时间 加6个小时 或者加12个小时的方法 也处理出来 最后我们再把 这个例子给放进来 最后再审视一下代码 可以看到 它代码的长度 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再来看一下 之前是87行 现在是64行 当然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 如果例子比较丰富的话 它的优化性可能更高一些 这就是从战术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呢 咱们先看一下 整体的代码和一些逻辑 第一个是定义它的时间宿主 然后输入一个当前时区 要用它的 反围它的显示 它的用效时间 然后输入第二个新的时区 这里它对时区 那个刚才的时间宿主进行处理 然后再显示 然后整体部分看起来 其实就是这个29行 整体比较清晰 也是比较美观 这样定义方法的好处有很多 就比如说 我们后期 想要去把这个显示时间的方法 做一个修改 比如说把冒号改成一个汉字 或者说把加时区的方式 做一个调整 这样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而不是说频繁的去调用 这个就是在后期代码重构的 逻辑上还是比较清晰 因为无论我们是初级程序员 中级程序员还是高级程序员 遇到代码重构 是我们这一一直 所跟随项目不断的一个过程 前期可能说我们定义了一个 很清晰的一个项目 但是随着开发会发现 很多相似的相同的逻辑都会出现 那如何去很好的去封装 就是一个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BBT 做一个总结 编程思想 就是一个DIY的思想 就是不要重复劳动 无论是你自己的代码 还是说我们团队的代码 只要有人或设计过相同的一个模块 或者相同的一个功能 我们都尽量避免不要做相互的重复 保证每段代码呢 有且仅存一次 但这些东西前期我们因为项目比较小 我们可以通过肉眼 或者通过高级程序员 或者我们的leader 就可以去发现这个情况 但是随着后期项目的迭代性比较高 或者说项目的总量比较高的话 一两个人可能会review不出来 那有一些开源的一些工具 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去看 就比如我们在使用VS的时候 两个相同的代码 它会有一个小智能提示 说相同的功能已经存在 这个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这里就不再演示了 然后减少代码冗云 有助于提高维护性和减少错误的发生 这个其实是软件开发中 很重要的一个情况 就是写的越多错的越多 因为你写逻辑 肯定会给bug出现潜在的可能性 然后将常用的操作封装成方法 可以在不同部分重复使用 对 这样就是这样 说到了 这是第一个案例已经说完了 那现在说完了战术方面的一个代码逻辑 我们再说另一个方面 因为刚才通过例子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拿到一个需求 很清晰输入两个时区 输入不同时区的一个时间 那其实这个例子很清晰 我们就拿来就能直接写 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 但是呢 随着我们开发的进度的发展 一个项目或者一个子项目 一个任务 它并不会那么简单 因为它的逻辑复杂度会随着时间的进度 它会成指数增长 那我们不可能说拿到一个项目 都能立刻的去从头到尾 就比如说我们如果想画一朵花 其实很简单 就从上往下就是画出来就行了 但是如果说我们画一个树苗 画一个人物像 是吧 我们肯定不可能说直接通过头发 眼睛 然后从上往下去像打印一样 去打印出来 我们还是更多的是去勾勒出来一个轮廓 然后先把眼睛的位置给画出来 然后鼻子啊嘴巴 然后在具体的每一个部分进行设计 其实这是一个宏观上的 这是一个战略层面上的一个设计思想 这也就决定了 其实我之前在研发的时候也是 当时我刚进入研发层面 我们当时的负责人也是跟我说 拿到一个需求 就不要立刻拿起你的笔 或者说拿起你的键盘就开始写代码 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就比如说老师经常会说 拿到卷子先不要写逻辑 先省一下逻辑 那其实这也是从宏观上去 战略层面给我们一个讲 我们先怎么样去勾勒 他其中的一个问题 然后针对一个问题 我们再写具体的解决方案 把方法想成黑核 因为方法对于组织代码 重用代码和有效解决方案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想象出方法 一个是一个接受指令 然后执行任务并返回的一个黑核 那这样我们不用去关心这个黑核 怎么写 到底复杂不复杂 我们现在先假定这个黑核已经存在 我输入一个值 得到一个值 然后再进入一个黑核 这就像一个电路一样 我们不用去管原器件 内部它是怎么去运行的 只需要去把整个线路 先描述出来 然后根据这个假设 我们可以把每一个任务 去命名一个方法 然后快速的构建应用程序 那这里呢 也是MIS Learn上的一个 一个研程挑战吧 大家也可以有感兴趣去看一下 这里我说一下 它其实就是给我们任意一个字符 字符串 让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有效的IPv4地址 那IPv4地址 每个人都有对它进行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定义吧 就什么是IPv4地址 那别人可能会问你 什么是IPv4地址 怎样的才算 那这里有三个例子 三个约束吧 第一个就是有效的IPv4呢 它必须有四个数字组成 一点风格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个呢 就是它不得包含前导0 这里有一个前导0这个概念 前导0它并不是0 前导0是两个或多个数字之间 以0开始 就举个例子 就比如我们的IP是1.0 但是你就不能写成1.01 然后第三个约束条件呢 就是数字必须是0到25 这间这个就直往研码前后的内容 这个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如果让我们去设计 如何去设计呢 这个案例2肯定比案例1更复杂 因为案例1根据不同的时区 去返回用药时间 其实很简单 就是return 1 2 3 4 8点 10点 12点 但是你拿到这个 这个IPv4有效校验的这个逻辑以后 它肯定比那个更复杂 几乎很少人说拿到这个代码 立刻就开始去写 特别是对于我们初级程序来说 所以这就是要求我们就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点开MS 论上的一个方法 来去从这里直接分析一下吧 首先呢 我们现在代码里 编辑器里去输入围代码 围代码大概比如说就是这样 我放那一下 它其实就是三个条件吧 因为它给了三个约束 第一个约束就是校验长度 第二个约束就是不能前倒零 第三个约束就是它必须有一个范围 我们不用 我们就把它想成一个黑核1 黑核2 黑核3 不用去关心这个黑核有多复杂 就这么写 然后就没问题 这个就是方法的主体 那方法主体写完以后 我们就需要逐一分析 逐一击破 每一个模块 它到底每个黑核如何去设计 然后所以说 那很简单 先定义三个空方法 空方法定义好以后 就需要一个一个的去设计这个方法 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代码 给粘贴到我们的编辑器里 然后粘贴起来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伪代码 它肯定会报错嘛 比如说当家上下文不存在 因为我们直接调用了 就需要去先定义 然后等等 接下来呢 就需要针对于每一个方法 去详细的去设计它 比如说验证长度 验证长度怎么验证呢 它既然是要求我们必须 包括英文的点 长度必须是4 那我们就以点做Split 然后判断它的长度 是不等于4 那这样的话 就表明它肯定包括点 且肯定长度等于4 但是满足这一个条件是吗 肯定不是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IPT的 它是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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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肯定不对 或者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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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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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这肯定也不对 所以说但是第一个条件 它肯定是满足的 那第二个条件 就是验证它的前导0 前导0就是 如果它是1位的话 我们就不用管了 因为1位的话 两个点之间 无论是1还是0 它都无所谓 是前导0就是长度大于1 且它是0开头的 然后就false 这里有一个点 其实也是我们每个成员 经常会遇到的一个点 就是只要有一个不满足 它其实就不是正常的一个IPv4地址 就比如说我们1.01.01 其实当我们在验证第二个01的时候 就肯定不是IPv4地址了 就不需要再去验证第三个01了 这里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但是后期如果我们写高并发 比较逻辑复杂的时候 合理的去中断我们的循环 还是很不错的 因为我之前曾经遇到过我们组员 其实写过一个情况 就是从一个海量数据里 做一个循环处理 把错误的 你如果发生错误就return出来 它比如说有10万条数据 它一直for循环 其实第二条的时候 它已经爆错了 直接这里return出去了 但是它还运行了有万多次 那其实做了很大的资源 和一个现成浪费 所以说当第一个不满足的时候 直接return出去就行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这也是编程思想 然后最后一个验证方式呢 就是最后一个验证方式 就是验证它的区间 它必须它是个数字 它必须0到255 所以说如果说它大于255 它肯定就是报错了 然后直接return出去 那下面我们这个就是它直卷 分布的过程 现在我们把这个代码 给粘贴到VSCode里 这里有一个小彩蛋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把这个 代码去粘贴过来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包括说它给了四个测试的IP地址 其实我们作为成员 可以看出它第一个 第二个肯定没问题 这个有问题 这个也有问题 来现在我们来去运行一下 看它的结果是如何的 先建一个终端 然后donate range 可以看到它其实三个 四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第一个和第二个 它就是有效的 然后第三个 第四个 它其实是无效的一个 IPv4地址 这样这种呢 就是从战略上 我们去如何分析问题 设计问题 而不是说拿到一个方法去重构 因为刚才的第二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 其实它还是把我们的代码 已经快速的写完 且生成完以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重构 那从现在呢 就是针对一个复杂的问题 对它进行设计的阶段 由凡到减和一个 由远及近的一个过程 可能案例一 我们也可以看到 无论是多复杂的一个程序 都能够去对它进行简化 其实我们程序中有一个约定吧 就是说每一个方法 不能超过多少行 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比如有的是200行 有的是100行 但是无论是多少行吧 都要求我们做相应的封装 将一个很长 很荣誉的 很繁杂的一个程序 做进行的抽离 然后第二个案例呢 就是由远即近 我们拿到一个需求的时候 通过方法的形式 把它拼乘成任务 一个黑合的任务 然后对它先从远处进行勾勒 然后再到近处 进行详细的 针对每一个模块进行设计 那两个案例已经结束了 那下面有没有 有没有更高级的一个逻辑进阶呢 那下面我们还是请 我们的林同学给大家去讲一下 我们刚刚老张给我们讲了很多 就是从一写 现在VS Code里写的方法 又告诉我们 作为程序员 我们不要repeat yourself 不要重复劳动 我们要学会把代码中的一些 重复的逻辑抽象存方法 我们在未来中 如果对方法有些变动 有些逻辑上的修改 然后就可以直接在那个方法里修改 而不是每个处重复都修改 对每一处重复修改 你肯定会有漏的时候 那时候很容易出错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些进阶的 就是我们有时候有可能在学 刚开始学习编程的时候 可能就会听到过一个 一个比较让人头痛的 头痛的东西 就是地规 地规呢 就是我们先来看看地规 我们先看看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地规的例子 首先呢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一些一个故事 就是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 在和小和尚讲故事 讲的故事是什么呢 又是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就是这样子 无限的循环往复 就是这样 一个套着一个 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子 然后呢 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俄罗斯套娃 那个小娃娃 就是一开始是个特别大的娃娃 你把它拿起来之后呢 里面还是一个娃娃 就是样子又变小了一点点 然后呢 你再拿起来 又是小娃娃 就是无限的循环 可能到最后 你拿出了100个之后呢 最后终于空了 这样子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例子呢 就是 比如我们数学中有一个数列 比如他可以 他可以这样定义 S 这个数列 然后等于 比如S0 是等于1 然后比如SK 就等于SK 加上 SK加1 就可能就是这样子一个例子 这种也是 也就属于一个地规 因为你 你每一次 你每一次求的SK 都是根据 都是要根据前一次的值 来进行求解 这边应该是SK-1 就是这样类似的 所以 就是我们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一些地规 地规的例子 那我们看看我们编程中 到底是如何定义地规的 地规呢 在计算机里面呢 是指 在函数的定义中 来调用函数自身 比如我们这边有个方法 这个factory 叫阶层的意思 就是求N的感叹号 就是 比如说N等于1的话 就是 1的感叹号 就是1乘以1 然后2的感叹号 就是 就是1乘2 这样子 就这样 以此类推 然后我们这边 用地规的例子 我们看看它 如何地规的 就是在这边 return的时候 它会 它会 它会调用它自己 它会调用自己 factor 这个函数 它自己定义 它自己定义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 因为地规 这东西讲起来 也是 也可以讲很久 我们今天就来 看看地规 它是 它运行逻辑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通过这个函数的 调用过程呢 我们来理解地规 它 它是 它是怎么个运行法 我们就不讲那么复杂 就先看几个 看几个例子 让大家是 稍微有 有那么种感觉吧 啊 我们还是以地规 这个例子 以地规 这个为例 阶层的这个例子 我们来调用factor factor0 就是n等于0的时候 啊 我们 n等于0的时候 它会怎么样呢 把这个0传给这个n 我们来进入了这里 然后 它n等于0 它直接 它直接return1了 就返回1了 就扔出来 就返回出来了 就回到 回来个1 这是它的一个边界情况 啊 就是它最底层啊 已经到底了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n等于1的时候 又会怎么样呢 啊 我们现在看n等于1 然后 啊 我们把它传过来 n等于1 啊 这边1 这个if没有不满足 然后我们就到这了 到这一步 啊 这边 这个n是1 然后这个值 它掉了 它掉了这个值 掉了factory n这边就变成0了 哎 这个0我们没有拿到 这个0怎么办呢 啊 它又要 它又要再次掉这个函数 我们来看这边 这边n等于0了 然后 它又 它要 它是先要去拿n等于0的函数 n等于0的值 然后呢 刚刚我们已经看过 n等于0是怎么取出来的了 啊 然后它取 取到了一个1 然后 它这边变成1之后呢 又就 送送给送给这个0 然后就是 这边变成了1乘以0 这个值都拿到之后呢 然后再继续 它继续求解 它求解 得出来了1 就是说 嗯 f1执行的时候呢 它会调用f0 然后f0值的拿回之后呢 f1又可以继续来求解 然后 它就能得到它的结果 我们来再看再复杂 如果有三层的话 那会怎么样 我们来看n等于2的时候 是怎么样子的 啊 这边首先n等于2 它是走到这一步 啊 这边n等于2 然后2成也 factor1 然后你看 看这边 factor1 factor1的值没有拿到 怎么办 我们再调用factor 然后这边把 把1再调到这边来 再调到 再送给factor函数 然后 它又 它又 它1的时候 它发现它要调用factor0 factor0的值也不知道怎么办 啊 再再走 再走过来 再走到这里来 然后 然后factor0的值 终于可以求出来了 是1 我们把factor0的值 啊 再送给 送给factor1 然后factor1的值 求解出来之后呢 factor1又可以继续 再把它的值 送给factor2 然后factor2呢 它有 它拿到所有的值 它又可以继续求解了 也就是 嗯 还有得到 它最终结果 factor2 它的值就是2 嗯 如果 如果讲深夜的话 可以讲到一个函数 站的一个例子 我们首先呢 它函数 函数底部是一个factor2 我们就拿f2 f2这个值呢 它发现它 它有个 它有个f1要求 它f1它值它没有拿到 怎么办呢 就再把factor2再送过来 这边再求个factor1 factor1它还是 还是拿不出来 怎么办 然后再 再再 再调用一个函数 再调用一个factor0 这个函数 然后factor0的值求出来之后呢 factor0 要把它的值 给factor1 然后factor1的值 求到了 再把factor1的值 给factor2 然后就是这样子 来最终求解的 然后呢 我们的地规呢 其实 地规的地规的例子呢 有的时候是可以用 循环的方法来写出来的 也就是非地规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这个 阶层函数 我们如果用非地规的写法 就是用一个负循环 来写出来的 但用地规的话 你就可以 用地规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的问题 再一步一步分解 就像那个俄罗斯套娃一样的 一开始 应该是个大娃娃 然后再拿出来一层 里面是个小娃娃 然后再拿出来 里面的娃娃越来越小了 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那个娃娃下面是空的 这个娃娃在编程里 最后那个娃娃 就是可以直接求解 得到结果的 这个小娃娃 最容易的结果求到之后呢 就可以依次倒回来 把之前就从有减到 有减到难一步步再解出来 嗯 就是这样子的例子 啊 我们这儿啊 这边是负循环求解非地规 然后用地规的写法 就是等于等于零 所以首先是限制一个边界条件 n等于零 然后是 这就是个最容易解的问题了 然后呢 之后呢 会有一个 然后之后呢 会啊 后面一点问题都不容易解了 然后就是他调用他自身啊 阶层就变成了n乘以 fn-1这样子 哦 我就这样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大家对低规有一个理解 因为低规呢 也是一个挺挺复杂 挺复杂的东西 然后在我们的啊 实际的啊 开发中呢 我们比较常用的场景 就是比如说啊 在我们的页面 外部页面上有的菜单 每个菜单里面又有紫菜单 我们存储数据的时候 一般会会存取那个紫菜单 啊 他的他的上一集是谁 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 这样子就是嗯 类似于一棵树 那树上每一棵树 如果如果学过数据结构的同学的话 就知道树的话 都有个父亲 有个孩子 然后他们都是 他们都都是那种 有种低规的结构 就是嗯 每个每每每个父亲 他他自己本身也是一棵树 然后他他本身又是树 其他树的一个节点 嗯 嗯 就是嗯 类似于是这样子 然后OK 我们今天差不多 我们今天所有内容就讲的差不多了 我们首先来进行一个知识互动环节 我们啊 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假设有一个名为convert currency的方法 下面哪一个代码 好像是有效的方法签名 我们最开始讲了什么是方法签名 方法签名需要有哪些东西 啊 他需要有返回之类型 他需要有函数名 啊 他也需要有 有那个参数 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 啊 我们这个问题呢 啊 答案是C 我们看 他这包含了方法签名所包含的所有要素 第一个呢 这是方法签名 啊 然后这个方法名叫convert currency这个方法名 然后这边呢 他参数 他里面没有任何参数 他是一个空摊的方法 然后 这就是一个小括号 然后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第二个问题 啊 下面哪个方法正确声明了方法 就是 我们讲了要如何定义一个方法 刚刚是方法签名 现在是怎么样定义方法 定义方法需要呢 有哪几步 一个是方法的 一个是方法签名 然后一个是方法的定义 所以我们应该选哪一个呢 这题答案呢 是选C 啊 嗯 因为我们看这边 这这这这这上面就是方法签名 他有方法定义的返回之类型 他是有方法的名称 然后这边呢 是有方法的参数 然后呢 这个括号里面内容呢 因为他这个方法可能是没有调用任何东西 就没有任何的啊 执行的指令 然后他就是个空的啊 方法体就方法定义呢 就是个空的 然后所以这题是选C 然后来看看第三个问题 下面哪一个方法是正确调用方法 啊 我看这边有一个同学选了A 啊 对 是A 因为我们刚刚方 刚刚的 刚刚前面两道题呢 都是关于方法定义的 我们在实际 我们在程序里进行调用方法的时候呢 只需要使用方法的方法名字 加上他对他所必须的参数 然后就OK了 然后这边是 然后这这这题就是啊 General ID就是他的方法的名称 然后这个括号就是他的参数 他是个空参方法 就不需要任何参数 所以选A 然后好 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Q&A的环节 哎 老张你也开开麦一起说一说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那个 我们评论区留言 然后我们会在这一起回解答 哈喽哈喽 哈喽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问 然后我说 关于开发的 我都可以回答 那我就来问问老张 老张几个问题 哎 就 嗯 张老师就是我们在 就是C Sharp的话 一般可以用 就是有哪些的应用场景啊 可以和我讲一讲吧 嗯 其实C Sharp的应用场景还是 还是很广的 然后他其实在 我个人感觉 只要我们用到的一个开发环境 或者开发场景 C Sharp都能包括 帮我们去解决 包括 最近 因为C Sharp主要的 战场还是在 外部端 当然之前 以 CS端为主 但是像那个 后来 UMP啊 之前 呃 WCF 呃 就是比较没了以后 现在主要的还是在 外部端比较好 特别但是最近 你包括 AI啊 你包括 那个 呃 像 Blazer这种 通过C Sharp的形式 去写一些前端的 应用程序 还是比较不错 嗯 但是我个人 个人感觉 其实C Sharp 呃 在 最近比较火的AI方面 还是有很大的 应用场景 特别是在 最近比较有一个 比较火的 就是那个 呃 使用排名嘛 呃 有一个 他那个 使用排名 和 对标的Java 现在已经 呃 历史上最接近的一次 就是 它的使用量 特别是 最近在几年 在 呃 微软 大力 开源以后 包括 呃 Donet Core啊 包括Donet 现在已经 Donet 8了 呃 这两年 其实我认为 呃 微软开源以后 它的火力会更明显 以及包括C Sharp 12 包括Donet Core 你包括 呃 还有前几年 也很丰富的 Adder云 等等 这些 技术点都 还是很不错的 主要有两点吧 一个就是AI 一个就是 Donet的跨平台 这两个是在 C Sharp 能够 在最近 三年到五年 能够快速崛起 呃 我个人感觉 也是在未来的五年内 它肯定也是一直会往上涨 嗯 对 就是我之前就是 所以最上上前几个前几周的时候 就是有Donet的Cementic Kernel 这个AI的框架 然后就是 当时还是成立 就是一个社区的成立 啊 就是 他他就是 现在大约模型里面 也比较常用的工作 常用的几个框架 一个Lum Chain Cementic Kernel 这些可以帮助你构建那些 呃 生成事业的一些应用 如果对AI感兴趣的同学 也可以去了解了解 然后呢 在 然后呢 C Sharp 呃 就是Donet C Sharp呢 也有一些 比如跨平台的应用 呃 比如好像是有Donet Mali 他可以就是做 呃 包括Windows 呃 Android 然后还有呃 Mac 还有那个IOS的那个跨平台应用 他也是可以做的 嗯 就是他也 他也是在不断的迭代 我说我看 就是今年的Build大会上说 就是呃 开源框架呢 Donet Mali 好像是呃 PR量最最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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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项目了 就是微软的那些开源产品里面 对 我看大幕刚才说到了一个MAUI的一个移动端 这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项目 我最近的反正我我就是也在也在学习一些关 就加里加GS里面的异步 哎 老张可不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C Sharp里面的异步 就是是是什么样子的 嗯 其实呃GS 你看着GS一步 其实GS它本身并不是一步的 它其实也通过一个 它是一个假的一步吧 也是一个单线程的一种形式 呃 当然你看像C Sharp Java 呃 它一步 它它主要是通过多线程的形式 呃 但是 嗯 怎么去说这个一步的问题呢 就是一步其实在我们的web卡法中 呃 就是体体验并不是很明显 但如果你接触过移动端或者说 C的那个应用 你都会对这个呃 一步多线程会有切成体验 就比如这几个简单例子 我们之前的电脑 安装一个微信或者一个QQ 当开发的软件比较多的时候 打开的软件的时候就拖不动那个QQ的那个窗口 呃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它阻塞了我们当前系统的主线程吧 就是线程阻塞 然后但是呃 如果说用到了异步以后啊 还是它就会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呃 响应和拖动 它其实就不会去阻塞这个进行 嗯 对就是一般涉及到那些UIR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些嗯 比如有些有些有些步骤不应该把主线程给占用 占用的主线程 你就所有东西都操纵不了 就就就出现一个loading的状态 就用户体验就非常不好 这一步呢 就是在实际的开发场里也就是挺常用的 嗯 就是同学们说后面网要深入深入学习C-sharp 还这些啊 也也就可以往这方面去学一学 因为C-sharp也就是在像在在比如说在我们web服务上面也是挺多的 就是作为后端的话 还是云原做云原生啊 后端一些东西都是非常常用的 嗯 其中的肯定就涉及到一步了 就同学们也可以去了解了解 嗯 当然了这这这就是表很很高阶的 就是到了那种中等或者高级的那种程序员 就是被接触到的这些东西知识 我们今天活动的内容呢 主要是啊 依靠就是微软学 Microsoft Learn 上面的第五第五部分 我们来看看这这部分到底有什么内容 嗯 这部分就是啊 在C-sharp 控制台应用程序中创建方法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呢 是这第一个模块就是如何编写一个C-sharp 方法 然后呢就这后面还有一些详细的内容 比如如果创建一个具有参数的C-sharp 方法 我们刚刚张老师也和老张也和我们演示过了 就是返回之类型定义成印刷啊 哦 这个是参数 就是里面传一个参数 比如我们传入一个stream name 本 这样子 然后后面还有比如说如何定义创建有返回之类型的C-sharp 方法 老张也给我们演示过了 然后呢后面是几个小的一个小的项目 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实际上来 来演来来 来编写 用方法来编写我们的代码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进入 呃 Microsoft Learn 进行学习 啊 OK 然后这就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了 呃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呃 然后 谢谢大家 拜拜